绘画风景除了反映不同时代的自然景观、城市图像 更是人们集体生活的记忆或个人经验 绘美馆而易中心推出是谁躲在风景里教育计划 规划、写生自然、人造风景及内在风景三个子题 展场空间设计也以登山活动的踏青意象 引领大小朋友运用不同感官 发掘艺术家面对风景的心象感知 建构独特的观看体验 我们这次主要是聚焦在自然风景化的主题为主 所以找了大概11组艺术家 那总共是15件的一个参展作品 那他们分别是以我们的自然的写生风景 然后跟人造风景以及内在风景 这三个不同的一个子题去探讨 就是风景化它在于视觉 它上面包含景观 然后不同的视角以及到今日当代人 他们如何去看风景 那如何去诠释这样子的当代艺术创作 其实我们是从日之时代时期的作品一直到现在 那所以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当代艺术家 他如何从今日的视角再去诠释风景这一个很古老 优生的一个议题 那其中我们就邀请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样的艺术团队 那他们来创造的是一个移动的风景 运动中的风景 那我觉得相当的有意思 就是在风景化中呢 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能是俯视角 或者是仰角 或者是平视 但是呢 在当代艺术家的眼里呢 他可能多了一些平行移动的一些角度 那他诠释风景的方式呢 可能就会有一个平面绘画的方式 慢慢转移到也许是装置 那或者是比较立体类的 那以及就是影像的方式 或者是绘画等等 用各种不同的模式呢 再去重新诠释那 看今日的现代的风景 整个展览设计呢 我们会以自然风景的这个意象呢 为主题 希望大家踏入这个展场内呢 仿佛就好像踏入到自然的 这个风景里面的感受一样 就是当初艺术家他们 去诠释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一样 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 获得到的感动 或者是获得到的一些灵感 那再回到画室去画画这样子 或是去创作他们的作品 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感觉呢 带到展场现场 所以这次我们展场的营造呢 就是会以自然风景的意象为主 那也设计了一个登山入口 它有一个 让一个看板让我们去想象说 我在登山之前 我可以带什么样的东西去 我要带什么东西去踏青 带什么样东西去玩这样子 那其实呢也是回应到 这样子的一个风景画的主题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 风景画其实很抽象 它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大家 就是可以用这样子 三个不同的子题去发想 一个是我可以带什么样的东西 跟我一起去 那以及就是我要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到达那个地方 那第三个呢是我要跟谁 跟我一起去那个地方 那这跟谁它就会有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入口意象设计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看板 就是它可以去想象 我可以带什么样的东西去 那同时我们也邀请艺术家宏轩 他来帮我们制作一个登山入山口的一个意象 那这个意象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登山入口 那其实就是我们展场的地图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展场的地图去看到我们 接下来可能要看到的不同的一些作品 我们希望它可以清静自然 然后进一步想到一些可能永续的一些概念等等 但同时呢我们更希望更多的是 它可以截取艺术家的灵感 发现它其实跟艺术其实并不陌生 像我们的登山入口意象 你会发现艺术家宏轩 他用纱纸去写神 那纱纸是它的一个媒材 其中一个平面而已 但是它的画笔 可能是它路上剪辞到的小石头 或者是树枝 或者是红砖块 水管等等的 那其实创作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趣 它可能是一个灵光闸现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邀请他们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 那可以在展场的不同作品里面 可以有这样子获取一些不同的灵感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获得一个 非常愉快的一个艺术旅程 展览包含多件北美馆典藏作品 也特别委托声音设计师冯志明 及艺术团体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分别规划与风景有关的 声响和互动装置作品 透过不同艺术家的作品 不同媒材的表现形式 带给儿童对艺术不同的探索与体验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从一个当代艺术的角度 去让儿童小朋友们 有更多的想象力 开发它的潜能 我们除了注意儿童 他们缤纷可爱的世界之外 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世界就是有形形色色的可能 不是永远都是粉红色的 不是永远都是很可爱的 所以这一次 由我们教育服务组的韦庭 来策划的这个 《谁躲在风景里》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计划 然后这档展览是我们儿艺中心成立以后的 第16个展览 我们就用风景画来作为一个延伸 我们知道风景画在传统的美术里面 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种绘画的一种形式 我们在初学绘画的时候就需要写声 所以我们对于风景跟绘画的关系 常常就形成了一种很自视的 就是说我就是描绘自然 可是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次透过我们的选见 包括有非常资深的前辈艺术家 也有非常非常年轻 具有创意的艺术家 然后在媒材上面也是非常的多元 有水墨类的 有声音类的 有装置类的 然后甚至于我们把今天在场的 洪美宁老师很棒的油画作品 也开发成了一个 让小朋友可以介入参与互动的 这个部分 北美馆儿艺中心是谁躲在风景里 即日起展出至9月15号 4月4日儿童节当天 北美馆将串联儿艺中心 大厅3C回廊场域 举办小孩转大人庆祝计划 进行一日限定活动 相关资讯与报名办法 详见北美馆儿艺中心官网 或北美馆脸书粉丝专页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